接下來的話年次部分該怎麼做 我的習慣會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因為我們第二個步驟是做TEST的插入這個動作 所以我會第一個步驟先把生日的這個格式 把它裡面的公式先取得 所以第一步會先把油標放在C4上按右鍵 右鍵做儲存的格式 然後接下來呢 切到哪裡呢 切到置地 那你可以看到置地裡面的話就有這一串東西 那這一串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Formatus OK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那不用管裡面到底是什麼 反正你就切到置地 複製起來就對了 而且有跟各位講 不同版本 像我們這個民國年的公式 不同版本也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主要是以你現在的電腦看到的為原則 OK 所以Ctrl C 複製起來 對 關鍵是切到自訂 切到自訂 然後把自訂的這個 這個裡面的公式複製起來 放到Formatus就OK 第一步喔 OK 複製喔 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 再切到年次 第二步就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TESA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應該有TESA 然後呢 把剛剛的公式喔 先加兩個雙銀號 移到中間 把剛剛那一串公式貼上 記得啦 我是建議前後一定要先加雙銀號再貼 常常同學是忘了加那個雙銀號 因為我一直強調 只要是TESA一定要加雙銀號 沒加的話一定錯啦 OK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再把Value給他 Value在哪裡 Value給他生日 所以喔 生日 經過了剛剛的Formatus 這加錯了 加在上面 Value在這裡 加他的生日 好 那經過什麼呢 你會發現 他的 經過這個轉換過程 你知道嗎 本來是29846 經過了這一串的Formatus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文字了 而且是真實的文字了 OK 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用TESA函數 那當然這邊看到的跟這邊是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喔 這邊是一個數字 這邊是一個文字 那第三步的話 再把它什麼 把TESA不包含等號這個公式 剪下來之後 再插入一個LATS函數 然後把LATS函數的TESA貼 貼到TESA裡面 然後LUMBERCHARDS要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輸個2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向下填滿 就可以得到黏刺的部分了 OK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你將來還要做樞紐分析統計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如果你的資料現在是什麼 是文字 那如果你將來喔 要做樞紐分析的時候喔 它會把它當文字 不會把它當數字 所以你將來要群組的時候 會失敗 OK 那要怎麼才不會失敗呢 把它怎麼樣 轉換成 數字 所以最後在外面再包個VALUE 有沒有 VALUE VALUE 其實打個V它就出現啦 那你就把VALUE這邊點兩下 它會給VALUE前刮弧 那你就補一個後刮弧就可以了 然後再打個勾 抖Enter也可以打 好 那你會發現喔 你加個VALUE之後有沒有 它的對齊喔 就會馬上 靠右對齊了有沒有 那表示它就是一個數字了 那就不會錯了 那就不會錯了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一下喔 這個 都是細節喔 如果像同學之前也是常要問說 為什麼順流分析表的結果 不能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我說你的形態錯誤啦 改一下就OK了 如果沒改 那當然就出錯 改了就OK 所以把它向下填滿 好 向下填滿之後的話呢 你在試著 如果你們 常用那個SUNER分析表 插入SUNER分析表 然後範圍 範圍不對 範圍重選一下 範圍是這個 因為上面多兩列這個喔 你就 有不要放A3 喔 我是建議你用快選的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剛剛是向下 現在 向右再向下 這樣它就整個快速選起來 好 因為你不用快速選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這個滑鼠選 只是滑鼠選 比較容易怎麼樣 選很久 因為不容易選對 那記得就 油標放A3 好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好 這樣就選完 按確定 那就把什麼呢 把年次部分呢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年次呢 拖拉到值裡面 算幾個 不過呢 因為年次裡面的資料 是什麼 是數字 所以它就幫你加總 可是我不是要加總 我是要算幾個 所以把它什麼 這個箭頭點一下 值的欄位設定 把它改成項目個數 算幾個嘛 58的一個 59的一個 最多好像71吧 有沒有 然後它什麼 73年次的 OK 好像最大宗是71年次的 其次是73 可是你想說 我不是要這樣 我要 就是五年級好了 六年級 七年級 那五歲 也可以啦 那其實道理一樣嘛 就群組 那群組的話 規則一定是 五年級是50到59 那總共是10嘛 有沒有 然後60到69 中間也是10個 如果你要五個 你就輸入五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 在這個 這個 A5的上方 或底下 按右鍵 它有個群組 群組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它講 開始從50 50年次吧 然後到最大 好像79 所以我就輸入 那如果更大的話 你就輸入更大 那間距 預設是1 那如果你要10的話 你就輸入10就可以了 OK 按確定 它就會把50年次的 算出來 60年次的 70年次的 那就全部都算出來 最後如果你要再做一個樞紐分析圖的話 旁邊就有了 按一下嘛 哪一種圖呢 如果你要數量的話 就是10條圖 如果你要比例的話 你就是圓形圖 也許我們簡單一點了 我們用10條圖按確定好了 那馬上 它就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圖給做出來 一看 哇 7年級生 占最大中 OK 至於數量分析圖 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只是 就是 前面才是重點 因為你前面的東西 第一個 你取不出 它的前面年次 你這個做不出來 對 還有 你取出來是文字 放過這邊 也做不出來 所以剛剛 如果你沒有用value的話 抱歉 你們試試看 如果你不用value 丟過來 群組是 沒辦法做的 沒辦法群組 因為 它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 它就沒辦法幫你算了 計算說 到底是這個是五十六 五十一 這數字一定才可以 OK 這一點可能要 特別的小心 OK 那大概 做到這邊了 那 請各位練習一下 剛剛 特別注意 重點 這個地方 步驟 如果 記得第一步驟 在 C432 右鍵 突然格式 把它的字定 點一下 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就可以 所以以後 那個字定裡面的東西 至於是 放什麼 不重要 複製貼過去 就對了 OK 真的 你不要一直 在這上面 太糾結 因為有人說 這個上面 到底是什麼 我看不懂 看不懂 沒關係 先不用管它 重點不在這上面的公式 重點是 你把它貼到 FORMATE TEST 就對了 再做轉換 所以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再插入那個 TEST 然後把VALUE 給它轉換 第三步才是 第四步就是VALUE 第五步就是 做樞紐分析表 大概是這樣的步驟 請各位試試看